各位, 你們知道嗎? 我們的身體是由很多個系統組成 每個系統都是由多個器官組成 器官之間互相合作 負責身體的某些生理機能 大家聽過的可能有 幫我們處理食物, 吸收養分的消化系統 讓我們可以吸入和呼出空氣的呼吸系統 像一個運輸系統一樣 將養尿、廢物之類的物質 由身體的一個地方送到另一個地方的 循環系統 幫身體處理多餘水分和廢物的 悲療系統 負責控制和協調身體各部份活動的 神經系統 支撐身體, 保護我們的內臟器官 還會配合肌肉 讓身體可以活動的骨甲系統 還有, 組成我們這麼漂亮的體態 帶動骨甲 讓身體可以活動的肌肉系統 等等 今天,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中一個系統 你們猜猜是誰 是誰 好緊睡啊 誰看你別找我住得不得 還有這麼多微溫 再睡的話 一會兒測驗一定全軍覆沒的 不行, 我要提一下神 讓我吃顆提神的香口膠先 好緊睡 你怎麼這麼拍我 圖書館裡面不准吃東西的 糟了, 我好像吞了一顆香口膠 Oh no, 大件事了 你有沒有聽人說過 香口膠吞了一顆肚子 會黏著腸子的 不會吧 怎麼會黏著腸子的 都沒聽人說過 黏著腸子會不會很肚痛的 應該不會的 我會不會死的 哇, 這裡是哪兒 這麼臭, 這麼骯髒 這裡是你口腔裡面 大虎, 你平時當然沒有測牙 要不然你的人怎麼會這麼骯髒 還有這麼大口氣 哇, 你從哪兒跑出來的 你是誰 你不認識他, 你也認識我嗎 琳琳, 怎麼你會在這裡 大虎, 這裡是你消化學統的第一站 口腔, 她是消化道巡來院 我和她是來幫你找回你那天 吞了那顆香口膠的 對了, 我們就從這裡 你的口腔出發 再去各個消化器官 誓要找一顆香口膠出來 謝謝你們 其實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香口膠會黏著我的腸子 又會弄得整個肚子都黏著 我不想死了 對了, 剛才你們說這裡 是我的消化系統的第一站 又說稍後會帶我去各個消化器官 甚麼是消化系統 消化器官又是甚麼 是甚麼來的 當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食物其實就是進入了消化系統裡 消化系統主要由口腔、食道、胃、小腸 和大腸組成 食物在消化系統裡會被消化分解成細小的分子 之後再被吸收入血管 經血液運送到身體各個部分 為細胞提供養料和能量 這裡真的很臭 大腐, 你看, 你的牙齒多髒 表面還有很多食物殘渣和牙羹膜 還有, 你看, 這裡還有一片朱古力 你們真的要好好愛惜 和保護你們的牙齒 牠們真的很重要 這裡為甚麼會下雨 這裡又怎會下雨呢 這是唾液, 就是你的口水 唾液是由口腔分泌的 當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食物在口腔裡被牙齒咬碎 和唾液混合在一起, 變得濕滑 這樣我們才可以輕易吞到食物 所以說呢, 我們的牙齒是很重要的 沒有了它們 我們就不能夠咬碎食物 就很難吞到那些大大舊的食物 大腐, 你要做好口腔清潔 和保護好你的牙齒 要不然牙齒掉了 就會變成沒有牙老虎了 知道 那一片口腔吞了這麼多天 不會還在口腔裡的 來吧, 我們快點離開這裡 去下一站再找過 好, 我們一起掃好衣服 然後就跳下去, 預備 這裡是哪兒 這裡是食道 我們所吞的食物 就經由這條長長的管道 落到胃裡 好, 我的船擠來了 好, 我的船擠來了 這麼大股酸味 這裡就是胃裡 為甚麼這裡有個海 不要碰 這些不是海水 是胃液 唷, 只是胃液, 用不著害怕 胃液裡有很強的酸 酸的程度就跟馬桶清潔液差不多 這些酸除了可以殺菌 還可以幫我們消化食物 我們吐出來的東西之所以這麼酸 就是因為裡面有胃酸在這裡 胃液裡有其他成分 會將食物消化 分解成較小的分子 好, 我的船擠來了 滴液這麼震驚, 這麼大狼 這是胃液的狡凍 除了胃液有消化功用之外 胃液的狡凍也可以幫助消化食物 食物經歷過胃捕的消化之後 就變成糊塵了 這裡也看不到那顆香口膠了 我們去下一站吧 這次我知道了 這裡是小腸 摸下去的表面有這麼多凸起的地方 小腸除了會將食物分子進一步消化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用 就是吸收 大虎 你剛才說小腸的內表面有很多凸起的地方 知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讓我告訴你們 為什麼會這樣 剛好這裡有兩灘水 如果要抹乾它們 你們認為哪塊會比較好用呢 當然是這塊 這個有這麼多條綿繩拋出來 跟桌面的水的接觸面積就會大一點 可以同時吸多一點水 不然吸得快一點 另一個跟桌面的水 接觸的表面積 就不夠這麼多條綿繩合起來這麼大 吸水就自然慢一點 對呀 這個真的比較吸水 我們的小腸也有類似的聰明設計 食物經歷了消化之後 部份會變成可以被身體吸收的養療 小腸的內部表面高度摺疊 還有很多像手指那樣的突出物 這些突出物就像我們剛才那塊布上 對面突出的棉繩感 令小腸的表面面積大增 小腸吸收養療的效能就高很多了 養療通過小腸壁就會進入血管 再由血液運送到身體各部份 為甚麼走了這麼久 還在小腸裡面呢 小腸大約五米長 大腸就是大概三個成年人身高加起來 小腸這麼長 已經消化了的食物分子 就可以充分地被吸收了 好 我們現在去最後一站 大腸 這裡是哪裡 臭得好像有臭屁一樣 在大腸這裡 沒有被消化的渣載 裡面的水份會被吸收 而這些被吸收水份的渣載 不是, 就是分辨 分辨會暫時儲存在這裡 由於大腸裡面有很多細菌 當細菌將渣仔分解的時候 就會產生臭氣 這些就是我們每天都放的皮 也就是你們現在聞到的臭味 大虎, 你是不是久不久也有排便的困難 排便的困難, 你問我這麼私人的問題 不過呢, 我真的有時候會安排 你怎麼知道的 觀察吧 你的糞便應該停留在大腸裡面很久 當然, 裡面的水分很多都已經被吸收 令它們變得…又乾又硬 這樣就很難排出去了 那怎麼辦 你這麼緊張 莫非你也有同樣的煩惱 我們要多吃點蔬果 攝取多點食物纖維 刺激腸道愚動 幫助糞便向前移動 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便秘了 是我的怕 爹 老公, 找到你了 幸好你沒有黏死了那些腸 其實香口膠呢 就不會被消化的 也不會黏住那些腸 如果有人不小心吞了 香口膠也只會一兩天之後 就連和糞便一起排出體外 琳琳, 你又說會刺激殺那些腸 我也是聽別人說的 所以說呢 我們千萬不要道庭逃雪 人魂亦魂 知道 這裡積聚了很多氣體 看來快要釋放出去 我們等待會釋放這些氣體的時候 一起經江門離開大府的消化塑 很大風, 一定要放屁 快點 消化塑料園, 我們離開了大腸 大腸?這裡是圖書館 大府, 你是不是太餓了 圖書館關門, 走吧 來, 等等 等等 你聞不聞到有些很奇怪的氣味 奇怪的氣味? 說…說人家來的 原來你放了一本書在這裡 人體的澳鼻, 難怪你說大腸 走吧 你的手怎麼了? 沒し, 沒有什麼 沒什麼 你不是抽筋啊 任何人